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域秘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一种与水相关的经营实况 见证了贵西北山区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 深水之下的神秘石头成为锁水定湖的关键所在 在自然界中 石与水的相逢上演着溢出出精彩的故事 这对奇妙的组合 生动地诠释出大自然的变幻莫测 也吸引着人们不断前往展开探索 这些石头有何特别之处 与水为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它们所在的地方又有着哪些特殊的地理特征呢 广西 对于岭南的苍茫大地上 拥有独具魅力的壮香文化 和引人入胜的自然美景 神秘的天坑 黑暗的洞穴 这些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景象 然而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水下藏宝的故事 相传在凌云县有一种石头 不仅外表奇特 通过它还能发现这片土地特殊的自然密码 在广西大化境内的某个湖底 则藏着一种能够锁住湖水 护佑苍生的神秘岩石 附近村民相信 正是它的存在 让原本无法积聚淡水的山谷 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还保佑湖周边的土地 世代安康富庶 那么这些藏匿在水中的宝贝 究竟是什么呢 凌云县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 距离南宁约三百千米 凌云县古称四城 四条河水纵横交错汇聚期间 周边青山环绕云征辖位 涟涟流淌的河水 滋养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相传在这里有一种石头 时常出现在水边 其中隐藏着特殊的地理信息 悠扬的七十二乌调 是古四城时期 壮族女性为抒发理想 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 一性创作出的曲调 也唱出了壮族儿女 最自然的热爱与向往 这种曲调 延习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是中国目前保留最完整的 由乌文化逐步转化而来的 原生态音乐 自古以来 乌调没有任何乐器的伴奏 仅靠纯人声的清唱 最珍贵的是 乌调的发音中 连续着古壮族鲜民的语言 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 其曲谱显有文字的记载 却一直通过口传新寿的方式 在凌云壮族剧中传唱至今 这片土地不仅孕育出 瑰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还给当地百姓带来惊喜的发现 当地人都说 在四城周边的山水当中 深藏着一种通体透明 水润冰凉的宝石 当地人称之为水壁石 它是透明的 但是它又是方人的 一些见到它的人 觉得这种通体透明的时候 更像是一种不多见的矿物晶体 在这片以严重地貌为主的山区 会存在什么矿物晶体 通过对它的考察 从中能够发现 哪些重要的地理信息呢 为了解开水壁石的绅士秘密 并对这片区域的水文特征 和地理环境展开研究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专家来到陵云县 一探究竟 曾令峰 南宁师范大学教授 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山川地貌 有着数十年的研究 考察组打听者是 曾有人在距离县城东南方向 三十多千米的浩昆湖边 发现过水壁石 于是一行人来到浩昆湖 眼前的浩昆湖清澈明亮 当地百姓时常来到湖边 用对歌的方式 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在这座美丽的浩昆湖中 队员们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当队员们来到湖边 一处出路的岩体时 专家有了发现 非常地明显 这个岩石现象 过来这边看 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这个 是很纯正的这个石油岩 曾令峰继续解释说 浩昆湖大部分区域 都属于典型的丰林地貌 通过仔细观察湖边岩体 更进一步说明了 这一带的山川 以岩绒地貌为主 有队员产生怀疑 如果水壁石属于某种矿物晶体 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在 这片以石灰岩为主的地方呢 专家建议 首先找到当地人所说的水壁石 或许是解开种种谜团的 关键所在 人们发现 这种石头 大多出现在不同地段的水间 那么它们会不会是流水 从附近山中携带而来的呢 曾令峰查看当地地形图后推测说 位于县城西北方向的山区 应该是这一带水溪的发源地 如果水壁石是由河水携带而来 在河水的发源地 会不会找到这种石头的身影呢 考察组从县城出发 经驶三十多分钟 一行人来到了沉王老山的脚下 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 队员们得知 有村民在山里的某个洞中 发现了水壁石的存在 那个山上洞里面讲出来的 在老乡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山腰处的洞口旁 在洞内行进不远 队员们发现了一条小溪流 洞穴深处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层白色的物质 在队员们头灯的照射下 显得闪闪发光 这些白色的物质 会不会跟水壁石存在关联呢 这个就是石块里面的碳酸杆 查看后专家解释说 这是水流 溶解了洞穴顶部的碳酸钙 将其中的碳酸钙成分 搬运到洞内地面上 并逐渐聚集而形成的 和水壁石没有丝毫联系 继续往洞内行进了一百多米后 一处岩壁上的裂系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这个出来的这个是宝贝 这就是你们讲的宝贝 那我看看 这个是水晶 原来他们说的宝贝就是水晶 我们看它这个水晶的晶形 就是很典型的晶形 是吧 这是晶形 队员们发现 古籍山海晶等文献中 就将这种石头称为水壁 据此专家推断 当地居民传说中的水壁石 很可能就是一种质量上乘的 天然水晶 往往在石英矿脉中出现 通过观察 专家判断 这里应该存在着一条石英矿脉 在石灰岩洞穴中 为何会存在石英矿脉呢 一番深入考察后 专家推测 这里竟然是一个 沙岩和石灰岩相结合的洞穴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 专家解释说 由于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 云贵高原被抬升的同时 岩层中的一些有空隙的地方 形成了高温高压的环境 地下水流 将沙岩土壤中的二氧化硅 搬运到高温高压的空隙中 重新结晶 二氧化硅经体 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 会形成不同的矿物 再经过漫长的结晶过程 就形成了天然的水晶 专家推测 雨季时 洞内溪水上涨 流速加大 会将掉落下来的水晶石 接待至河水中 随着河水的涨落 一些水晶石 或许便留在了河边湖畔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 不仅为凌云带来了 晶莹剔透的水晶矿物 也使得这里成为一处沙岩 与石灰岩共存的区域 在一些地势平坦的地方 人们搭建房屋 居住生活 沙岩分化出的土壤 立于开垦田地 成为农耕时代 当地人安居乐业的保障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 也寓出这里的多条水汽 纵横交错的河网 见证着四层的漫长历史 也塑造了这里古老的人文景观 古特的地质环境 造就了此地复数的生活 人们再歌再舞 以赞颂自然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老而神秘的旋律 质朴而飞扬的动作 穿越千年的风霜雪雨 飘荡在这片天地间 穿起了一个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同样是渔水的旋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治县 队员们穿过 封鸾县郡的大峡谷 欣赏到沿途的 一米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 最终抵达了大化瑶族自治县 大化是属于典型的 沿融地貌分布区 境内的七百笼 风从洼地密集程度 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特殊的地貌 也使得七百笼山区 水资源汇湖 在长期的生活中 当地人用一种古老的 念山堂仪式与天降水 然而 就在七百笼的大山脚下 却有一个万寝碧波的湖泊 沿滩湖 当地的老辈们都相信 在湖底有一种神奇的石头 能起到锁水定湖的作用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 它为何能将一汪湖水 留在沿融发育强烈的山区呢 设置组跟随专家 驱车一个多小时后 从大化县城来到了沿滩湖进前 眼前的湖泊 仿佛一面水净 净卧在这山间挖地 沿岸的山岭上 散布着一座座村寨 家家面湖 互互活周 安逸而享可 通过走访打听 队员们听到了老乡 对那种锁水及时的描述 那个水不烂得很硬的 这么一小挂 你一个人跟你帮不动 为了对沿滩湖底的岩石类型 进行调查 专家请来的专业的地质调查人员 在沿滩湖上游位置 通过打捞卵石的方式进行采样 登上大船 在专家的带领下 靠查组在千奇百怪的岩石中逐一搜寻 试图从中寻找到 那种质地坚硬 又沉重无比的锁水及时 专家考察后说 打捞上来的这些石头 都是常见的石灰岩 这让队员们不仅感到疑惑 村民口中那种锁水及时 是否真的存在 沿滩湖中的万庆湖水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正当考察组一筹莫展之时 向导告诉队员们 曾有熟悉水性的村民 在湖中见到过一种 外表浑源异常沉重的石头 这些说法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能否潜入湖底 找到当地人所说的浑源石头呢 就是想于是 照片的山肄 都在屁股 调查文清洼 管人的čoke 从基地拿到 mens纹 正好 砍 Ho 根本身 小的一块它就比重很大 那说明了它这个 中框物非常多 通过观察 专家确定 这是一块铁蒙结核 主要成分是铁和蒙 以及其他多种金属元素 曾令峰教授告诉队员们 这块坚硬沉重的岩石 虽然外形特殊 但并不存在 将湖水留住的作用 专家建议 对盐滩湖周围的地貌 展开更加全面的考察 当一星人来到盐滩湖的东岸时 一块特殊的石壁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只见湖岸上 山体表面的岩石十分特别 呈现出一黑一白两种颜色 敲开它虽然离这个表面很近 但是它里面是干的 说明它这种细径结构 它是非常的致密 曾令峰教授发现 这种深绿色的岩石 结构致密 连锋利的钢刀 都只能刻出浅浅的划痕 通过比对 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些深绿色的岩石 叫做灰绿岩 在岩蓉较为发育的山区 竟然发现了 与地底下岩浆有关的岩石 这会不会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呢 接下来 考察组以刚发现的灰绿岩为中心 扩大范围展开搜寻 先行的道路变得越发崎岖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 队员们寻找新发现的迫切心 仔细研究后 曾令峰教授告诉队员们 这种石头 与这一代常见的石灰岩不同 它属于一种变质石灰岩 带有若干孔系的石灰岩 经岩浆烘烤加热后 岩层中的颗粒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形成隔水能力较强的变质石灰岩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队员们发现 这种变质石灰岩 在整个岩潭湖周边都广泛分布 由此专家推测 这种变质石灰岩 从湖底延伸至湖岸 形成一层能锁住湖水的隔绝层 最终使得 岩潭湖在一片岩蓉地貌密集分布的山区 留存了下来 原来湖底水下的变质石灰岩 为这片干旱的地区锁住了一池湖水 取得岩潭湖成为了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一块水源地 也让这里的人们能够在此安居乐业 并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岩潭湖附近居住的宫密遥人 每当他们到了不惑之年 不论相隔多远都一定要回家乡 举行一项独特的仪式喊歌 人们时常聚集在岩潭湖岸边 长辈们要以喊歌的形式向晚辈们教导古训 晚辈们也要从此时开始学习宫密遥喊歌 代代传承下去 宫密遥喊歌旋律简单而富含韵味 此句以五言为主 亦在教导后辈居恩明里有爱天让 并且用古训启迪他们 可以启述 宫密遥述 且摘婚 礼入 虻 亦 display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